做自己 堅持熱愛 一世人聽得最多的 講就義的說話 前提是要知道自己的熱愛是什麼 那到底要怎樣才可以找到熱愛呢 找不到的話 是不是代表生活一點意義都沒有呢 是靠不斷地閱讀看書 參考其他人的做法 還是沉澱就可以呢 或你的愛 時間再次 你被他放下 然後你轉向我問我 雖然好像很廢 但是呢 我想想想 要找到自己熱愛喜歡做的事 真的靠嘗試而已 在我還沒做這個YouTube之前 我也不知道原來自己這麼喜歡剪片拍片 還沒做文創插畫之前 我只是享受畫畫這個過程 但是我是不知道 原來自己是熱愛 將自己的想法去呈現出來 在找到真正的熱誠之前 盡量對所有事情都說yes 不要怕失敗 不要怕做得不好 不要怕不適合自己 總之 先說yes 之後的事就會順著來的了 嗯 總之是先開始了 我也是第一次野菜代替三重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我們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說得出自己喜歡吃什麼 因為從小到大嘗試過很多不同的食物 才得出這個結論 如果不想什麼都試 或者沒有那個精力和時間 可以回想一下曾經產生熱情的一些經歷 是剛剛辭職初期 當我想著有什麼可以做的時候 我想起以前做什麼的時候 會覺得快樂 或者投入到心流之境 寫東西 拍片剪片 好像令我有這樣的感覺 小時候都很喜歡畫畫 於是 那時我除了堅持拍片 還重新開始寫東西 和報名了一個畫畫班 慢慢才發展到現在的工作 回顧過去 曾經令你覺得快樂和投入的事 找出這些事的共通之處 創作就是我的熱情 自己有時候可能會難去想這些事的關聯性 這些時候就可以和自己身邊的親密好友 去多多交流 問問他們 你覺得我做什麼時候最開心 最投入呢 通常這些親密朋友 就可以撇除了你對自己的自我偏見 用他們的視覺去看你 提供一些不一樣的想法給你 發掘自己的熱情 可能是一件很長久的事 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累積 要持久地探索 首先就要有一個健康強壯的身體 提到健康 就要介紹這次這條片的贊助 MyProtein出場 MyProtein是一個主打運動營養產品的英國品牌 但除了補充蛋白質 例如蛋白粉之類的產品 他們都有很多其他健康產品 當初他們找我合作的時候 我都用了一些時間去認識這個品牌 有沒有真的適合自己和觀眾的產品 畢竟我提倡的是intentional living 但內容創作也是我熱愛的事 都要有一點基本的收入 才可以更加好地幫助我長久地去做下去 所以我一直都很小心地挑選和我合作的廣告產品 在我考慮的時候 就發現MyProtein原來也有很多對健康有益的產品 有一個好的身體 我才可以持續地產出一些好的內容 分享給大家 同樣地 好的身體 都是每個人最寶貴的資產 維持好身體的產品 包括維他命 雖然維他命可以在大部分的食物當中攝取 但就算有吃到相關的食物 也不代表就是吃得夠 以前我也曾經吃過維他命的 但一段時間之後又停了 今次的合作機會令我可以重拾這個習慣 選了他們的multivitamins和維他命B集 multivitamins含有多種維他命 例如A、C、D3和E等等 維他命C可以增強免疫力 這一點就人所皆知 但原來還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和促進鐵的吸收 維他命A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保持水分 和保護我們的視力 令到我在頭天做喜歡的事的時候 仍然可以保持身體強壯 和容光緩發 維他命是人體必須的要素 如果大家有需要額外補充 又剛好在物色相關的產品的話 我推薦miprotein 現在用我的專屬code 去miprotein香港官網落單 就可以享受給網站折扣額外高2%的優惠 我把連結和code都放在這條片下面的資訊欄裡 有興趣的話就去看看吧 但如果沒有答案 或者始終都找不到熱愛的事 那人生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呢 我覺得呢 人生的意義不只是 還是原始一件事 或者是原始你找到熱愛的事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都可以帶到價值 帶到意義給我們 比如說 我和我重視的人 跟剛好聊的人一起聊天 一起見面 或者我看到大自然 我走進去大自然 這些已經是一些令我很開心 喜歡幸福的時刻 人生不一定要有所謂的目標 也不一定要有所追尋 我們遇到的人和事物 都是支持我們生活下去的動力和價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動畫靈魂奇遇記呢 裡面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可能藍天是你的Spark 可能小貓小狗是你的Spark 又或者就這樣一塊葉 都可以是你的Spark 找到這個平凡不過的Spark 就是我們人生的意義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你們來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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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que